早晨,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又是我世榮 今天和大家討論第二場早餐賽事 先跟大家討論一下,還記得跑十一場賽事 因為有新馬賽事前,早段十二點半已經可以跑第一場 所以大家要留意,我和銀子做的直播 所以希望大家還未訂閱的朋友,按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這次第二場早餐有什麼推介 第二場的時候,我放第一選就有這隻合火禁徑 不過畢竟上次也算是追得近的 大葉門也有落飛,落到大葉門,不是本身大葉門 算是追得不錯,雖然好像在裡面 省了腳程 但如果你留意,通常其他馬匹都是一些後賞馬 不過有些在外面掌握 我覺得他本身一直在進步的馬,這些五歲馬真的很想贏 另外,得賞 當然之前輸給神奇大帝功夫澤 功夫澤再出都保重 這場五班水準都算高 今次有莫黎拉幫手,總比梁家俊奇更好 天意,潘頓試過閘也不錯 8000C一出就贏了 這組閘也算是不錯 上次莫黎拉輸了 因為我想他不算騎得特別好 雖然二五過沒什麼特別不好 但我覺得那場步速有點慢 所以神奇大帝走掉了 都是輸給功夫澤 如果照牌,應該要得上後面 至於複聲高照這匹馬 上次因為檔位比較遠 又走三疊,又慢步速追不上來 今次檔位差很遠 除了眼罩,也有些變數 希望可以幫到這隻馬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的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等待再見,拜拜 我們未來看見 我們另外一點 再次看見